大家好,我是姓王世子RWS 这是我第一部解说自制图表的视频 本期视频我要来和大家说说关于明代皇子和宗室的风角制度 此图表由我自己制作 也是由我朋友韩冷清冬协助制作 他为此图表提供了官冒图像 所以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开始 首先我们从储君及其子嗣开始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的储君都是叫皇太子 根据身份不同亦有不同的教法 如果储君为皇帝孙子,积称皇太孙 中国历史上也有皇太帝和皇太苏的存在 整个明代也只有两位皇太孙 明代的第一位皇太孙为朱颖温 即后来的建文帝 他是在父亲皇太子朱标过世后被祖父立为储君 而第二位皇太孙为朱瞻基 即后来的宣宗宣德帝 但是朱瞻基被立为皇太孙的情况有所不同 朱瞻基是在其父亲朱高次已被立为太子 并在世的情况下 于1411年作为太子的长子被立为了皇太孙 而建文帝在登基后也指定了皇太孙的官服制度 规定皇太孙所用官服和亲王世子类同 接下来 关于太子除长子外 其余朱子的封决 皇太子朱子一般会受封郡王爵位 但这情况实际上在整个明代几乎没有出现 这是因为明代至朱瞻基以后的皇帝都是在年幼的情况下登基 朱高次的帝师子也是在他还是储君的时候过世 才被追奉为晋乐郡王 接下来就讲讲关于皇帝其余儿子及其后代的封决制度 在这里有一点必须提到 自晋朝开始 中国古代的王爵可分为亲王和郡王 在英文里可被翻译为一等王爵和二等王爵 在明代 亲王可通过旁支继承 例如兄弟叔侄甚至唐亲 而郡王一般仅可直系继承 但一些宗士即使身为旁支宗士而非直系子孙 也会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得郡王爵位的继承资格 除立为太子的长子以外 所有皇子均封为亲王 亲王在驱立封地的地点后 需要在达到一定年龄后前往封地 为经过允许不可擅自离开 且不可返回京城 而亲王爵位是可无限实习 不像后来清代实行降等习封的制度 也因为这样的制度 明朝供祭师封亲王爵有律师侍卫 亲王的长子在十岁后会被立为侍子 和储君一样 不同身份的亲王继承人也有不同的教法 如果继承人为亲王的孙子 就会被称为侍孙 但其俘禄和官服仅和一平五官相同 明代也有历世真孙的 明在明代也有历世真孙的记录 接着除长子外 亲王的其余二子 则被会封为君王 自永乐时期 君王的长子在十岁就会被立为君长子 同样的如果继承人为君王的孙子 则会被称为君长孙 在这里必须还要说明 亲王、世子和君王在明代属于王级 而君王以下的宗室封爵 已经不属于王级 这些宗室也不会受封王决 而是会被封为将军和中尉 且这些决位是不可以实习的 他们的儿子 无论长幼 都是将义等受封 其封路和官服制度都和五官雷同 虽然在名称上为将军和中尉 但实际上并不会受予任何五职 这一点不同于宋代的宗室 除此之外 将军和中尉爵位的奉路和官服制度 在宏武时期是和三品至八品官雷同 直到朱棣登基后 才改变了子六等爵位的待遇 自永乐年起 这些将军级和中尉级的宗室 他们所领的奉路都和一品至六品五官雷同 同样的 他们的官服也一样 最后就来说说这些底层宗室的风格制度 除长子 郡王 其他儿子在十岁时就会被立为郑国将军 一些郡王的儿子 由于母亲出身低贱 也会被封为第二等的辅国将军 这等爵位的奉路和官服制度和一品官雷同 接着郑国的郑国将军的儿子会被立为辅国将军 辅国将军的儿子会被封为奉国将军 奉国将军的儿子则会被立为郑国中尉 郑国中尉的儿子被封为辅国中尉 辅国中尉的儿子封为奉国中尉 而奉国中尉的儿子不在将军同样封为奉国中尉 这里还要提提一下郑江王儿子的风格 郑江王这一系并非中原帐的直系后代 因此郑江王的等级是低于亲王但高于郡王 除长子之外 郑江王的其余儿子也只会被封为辅国中尉 或奉国将军 由于明代有这样规范的中士制度 明代中士拥有非常庞大的人口 人口 例如洪志年间 山西的庆城王朱中义 甚至就有94名子女 而朱元璋建国之初 初封亲王、郡王、将军仅49人 到明朝末年 明代中士人口已经百万人之多 中士不得从业只能领朝廷俸禄 这也造成了明代的财政困难 由于本次视频主要只是介绍风格制度 这里就不再赘述中士的具体俸禄和待遇等其他方面了 以上就是对明代中士风格的介绍 如果想要获得这份图表 可以在我的Reddit或者QQ群文件找到 目前这系列图表我完成了免幅的部分 有机会可能会做一份中士风露的图表 然后也会抽空解说一些我自己制作的图表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视频 可以点个赞分享出去 感谢大家收看本次视频 再见